是的,你沒有看錯 球術跨越了半個地球 帶大家到黃石公園來看老中石噴泉 那我們先進遊客中心 看看除了老中石噴泉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我們應該知道呢 走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訪客中心裡面 那在這個訪客中心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到老中石噴泉 老中石噴泉距離下一次的噴發 大概還有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球術就帶大家來看一看 在這個黃石公園的園區裡頭 能夠這種定時間歇性噴發的噴泉 並非只有老中石一個 來,我們接下來看球術背後的 後面的這一個電視牆上面 哇,它有好多個這個時間表 這每一個時間表其實都是它噴發的時間 也就是說這裡很特殊的一個地理的一個條件 事實上可以看得到說 在地底下有一個水牛 看到了沒 這個就是 早中石噴泉 它現在正在噴發 它是感覺怎麼小小的呢 因為之前發生了一次地震 地震之後呢 它下面的水囊也產生了一些裂縫 所以它所能容納的水量並不如以往 所以第一個,時間沒有像以前那麼準 第二個,水的噴發量也沒像以前那麼多 好嘍,我們接下來看還有什麼呢 小店長到黃石公園來 竟然辱獲了野生的台灣人 就在這個漢堡店喔 是我們台灣人喔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還有我們店長喔 我來台灣 然後如果來黃石公園的話 可以來歐北河 就是最大的地點 然後可以來這邊吃紅包喔 很好吃喔 很高興吧 我們竟然在海外碰到台灣人